10月10日 白晶婷 宋义现身机场 两人一起从巴黎回北京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画面中 白晶婷穿着白色的衣服 包裹得十分严实 而宋义则穿着黑色的衣服 多戴着帽子和口罩 遮住了脸 两人似乎是刻意避嫌 选择分开走 宋义先出了机场 白晶婷的助理送他上了车 然后把他送走了 白晶婷随后出了机场 助理还把所有的行李都搬上车 忙前忙后 办完了所有的事情 接着助理回来接白晶婷的父母 把他们送上了另一辆车 就出发了 整个过程安排得很好 很有秩序 之前白晶婷和宋义在巴黎被发现 网友遇到他们一起吃饭 还有父母陪同 白晶婷和宋义这次巴黎之行 被曝光很多次 但就是没有合照 很神秘 据悉 白晶婷和宋义都是实力派演员 出道多年 作品正多 口碑良好 他们在拍摄长风度式相恋 在宣传活动中 白晶婷对宋义也很照顾体贴 采访结束后 还护着他走在人群中 如今两人一起回京 最后也希望两人早日关心恋情吧